今年六月新竹市長高鴻安和副市長邱成遠 大跳晚安大小姐 後來包含在亞洲商會致詞露臉 新竹運動競賽到颱風勘災 高鴻安都帶著邱成遠跑行程 熟悉市政 頗有交接的節奏 第一時間跳出來力挺高鴻安 邱成遠上任副市長五個月 就有代理市長 台海高鴻安頗有交情 在競選立委落敗後被延攬到新竹 說是要借重他如今上陣代理 在高鴻安的官司最終電驗前 邱成遠有多少市政主導性 會不會由高鴻安在背後下指導旗 如果邱成遠在未來所有新竹市市政的時候 他願意去把這個一個名字讓給高鴻安 當然就會被外界可能會有這樣一個聯想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還是要看邱成遠 自己未來的態度 高鴻安停職 但新竹市政攬談不少 包含拖延再三的棒球場 和藝文高地 都是邱成遠得去解決的問題 網友慣報高鴻安臉書留言嘲諷 土城早安 也有人呼籲高鴻安 憋拖累市民 儘快請辭 以他帶著這個案件來選舉 其實對新竹市民是最不公平 可能會成為市政推動的包袱 認為他應該要立即請辭新竹市長的職務 邱成遠從政資歷五年空降新竹五個月 推動市政是要做自己 還是繼續貫徹高鴻安的政見 這局代理接手有沒有引武者 新竹市民要繼續看下去 三十五黃燕姐和彩王S小組 新竹參謀了